大家好,欢迎来到BBG解说三国沙 之前给大家带来了两盘交谈内奸的录像 然后也谈到了这个嘲讽内奸的问题 有观众也留言说这个交谈不好控怎么办 说这个忠诚如果是不动白,然后反没什么就都激活你 我跟大家说这两个问题 路人局,群内局你就跳明,明内肯定没有人打你 路人局怎么办,又不动白钟,好啊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孙权主攻 当然是随便举的例子,二号位跳反,然后三号位邓爱跳钟 或者钟会跳钟,那好,你是四号五号位的交谈内奸 那好了,你离间邓爱,离间邓爱和一个反对 或者说,离间邓爱和主,就你让邓爱先调选 你去搞灯爱,你看反贼还打你吗 那反贼要再还打你了,反贼纯属有病了 我只能说反贼纯属有病 自己就不想赢了,那不想赢就算了 另外的话,那个路人局你可以装身份 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视频 你离间一个明反和主公 我记得我做过一盘那个迷女五峰主持角的调查那件事情 那个主公曹涛,然后二号位杀了下曹涛,曹涛西杀 然后他三号位,他不离间二号位和主,他离间四号位的干宁和主 那你想想,那干宁赶快操刀拼杀嘛,那拼杀就拼嘛 拼了也是反贼亏,对不对 你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路人局你可以采用其他方式 对不对,反正 总总之这个嘲讽 这种就是输出武将 他的嘲讽是可以降下来的 和那种 控血控手牌的武将 的嘲讽完全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今天我又去看贴八 好像贴八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 独菜到底能不能当内 独菜能不能当内 我想说一个问题 你当内奸 你要控场吧 你的杯哥你自己能控制吗 你回头判个黑桃翻面了 翻面蒙蒙武将 局面立刻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你能控制的吗 你连控制都控制不了 何谈控场了 这我就 当然 独菜就是其他不适合 当内奸的地方更多了 我就单单举出这么一点 他就不适合 他的杯哥是没法控场的 是你自己根本没法掌控的 现在军争这么复杂的局面 往往就一个翻面 你很可能局势就立刻翻天覆地 所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当内奸 至于还有其他很多更多原因 我就不在这详细谈了 也不是主要谈这个问题 嘲讽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那么有人说那个你在反贼堆里 反贼杀不到主就捅你 那我只能说反贼选的 要不就是反贼选短手的 要不然就是你选个什么 反贼他该搞你也得搞你 现在的话并不是说就是嘲讽主攻局啊 并不是说你不死就能赢 有些局啊 就是反贼特别强势 你必须得把你的砝码压到主中方面 大家可能打的也多了 经常能看到 你就是你选个 白宝尔那些武将当内奸 抄逢主 你就死中内都赢不了 总之呢就是两点啊 第一是大家尽可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这个嘲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段来降下来的 嗯 像刁盘这种完全是可降的 大家也不要再去选那种控手牌 控加血的武将当内奸了 真的是很坑地啊 或者说自己完全掌控不了局面的武将 独菜寻育这种就完全是这种了 然后这个哎呀 每次都不想说废话 然后都跟大家啊这个 聊半天啊 那个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 而曹植内奸录像啊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曹植这个武将也比较适合当内奸 他由于有落鹰这个技能是不缺杀的 保证了自己的输出 而且呃经常 嗯那个曹植经常 搞到什么属性杀铁锁什么的也不是困难 再加上他自己 呃有一口那个 那个什么 有一口老酒 这个 酒杀的输出 那个是比较稳定的 具有比较强的控场能力 另外的话曹植他 曹植的单跳能力虽然说略弱 但是曹植有一个 有这种一波报产能力 经常能通过就是梅花的AOE或者联络 所以说这个曹植当内奸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武将 然后 这个曹植当内奸录像咱们看一下 接着看 接着看吧 这盘还是我们二区他们一个群内局啊 这个 这个主持人还是那天那个玩貂蝉那个 那个妹子 就是貂蝉内奸那个妹子 然后的话咱们看吧 主公孙权 这里面当内奸的 大家放眼一看是不是 敦爱中会 敦爱中会 这个当然是比较常见内奸了 孙权主公的话 如果说单纯从这些武将来说的话 袁绍张和鲁肃我不推荐啊 袁绍在群内局这个当内奸非常不好 因为孙权主公啊 他肯定要打女儿少 他不可能去打反对帮女儿少打过 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了 防守的话可以 主动性比较强的 就是我推荐就是操职 另外的话 你敦爱中会当然是可以当内奸了 个人喜好啊 喜欢中会敦爱当内奸的人 这个比比即是 这个我就不多谈了 反正 反正是可以当 但是在我看来 嘲讽主公局选这种内奸的话 并不一定是最优点啊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看下去 看下场上的武将啊 这个法证 脱索了反贼啊 因为法证虽然可以当内奸 但主持角是内奸 然后剩下的话 其他武将都可以当忠臣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不多说了 然后看一下主公吧 忙的话最多忙一下二章 二章因为 因为其他貂蟬 泰尔茨涵当巡域 都是比较出出武将 而且还有一个远主操职 搞一下二章也问题不是很大 要看脸的话 也就这个除了法证以外 也就属二章最偏反了 龙切索联了一下啊 进行先手忙驹 主宗的先手忙驹 可以吧 毕竟说主公主公也没有 没有用这个过拆啊 因为他这个是远主的操职 把一个过拆给操职也可以 毕竟操职就算不是中臣 但是他最多也内奸也不会去拆主公的防具的 啊 那个法证会忽悠防具啊 直接把主公加一忽悠狗了 没这个没办了 开个五股 然后的话 看一看拿什么东西吧 这个拿着好啊 老子的话拿一个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呃 对曹植这个武将可能他控场有呃 就是有一个唯一一个缺陷就是手短 这是他的一个缺陷 这个这点比不了貂蝉 貂蝉的输出是就是无视距离的 所以说对于曹植来说 时刻有一把武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手里还要藏 挂着武器手里还要藏着藏一把武器 不然的话你武器没了很可能N多N多轮就摸不到武器啊 看一看貂蝉吧 貂蝉这个手啊 这个手实在是太太风骚了 这个就是八区的虫虫狗啊 貂蝉那虫狗玩的 这手直接把那张过拆给给顺走了 然后这个主公的这个防具就被拆了 然后离家的下主公也没有问题 哎之前那个八卦应该是已经没了 嗯 然后的话拆的是生权手牌啊 嗯 然后看一下 呃 操之操之把这个 反正连了一大堆啊 这但是有个问题主公和自己的铁锁上 不过我个人感觉 可以把主公和自己的铁锁解一下 巡域肯定要连啊 就是巡域他不管中反 你都要让他赶紧前提让他卖血 把他把他血线压下去 不然不好控 然后他拳联上以后就去杀了一刀 这个寒当也问题不是很大 加一下四学武将 就是曹植第一回合这个内跳的是非常非常明明明明显的那样 明的不能再明了 然后巡域跳中神 决斗 嗯 貂蝉屈虎 泰斯打二章 有问题不是很大 啊 韩当直接解凡 看起来是要秒人的样子 韩当如果说 直接解凡就肯定是要秒人的样子 那之后他是去秒主了 一口酒 是不是有连弩啊 这意思 嗯 还是有什么其他法 继续拆主公 把主公的闪开掉 这张闪电是是法证闪电啊 有杀 你这个手就不够骚了啊 这拆了两下 没拆掉那个 没拆掉傻 真是拆了两下没有拆掉傻 他把槽给扔给了二章了 因为之前的泰尔斯驱虎的时候应该出了一个小点 下一刀泰尔斯 然后接着看 嗯给主公贴了一个乐 天堂画场就比较明了啊 这这这两个忠神对于曹植来说是好事啊 完全不用自己 进行特别多的输出 自己可以 呃比较从容的控场 进群域 进行输出 肯定是先把一个交产和二章打掉啊 哎 这个乐都灌出去了 手里还有一张牌估计是杀吧 应该是还想进行第二段输出 看有啥吗 果然啊 进行第二波输出是这个 补四张牌 他当然不给他补给主公补啊 那也可以啊给主公补就看看能不能补啊 寻找自己有无限啊 那就是给主公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法证也是有无限的 得寻全补出无限吧 那这个就大转了 非常非常大转了 不过我个人感觉泰尔茨那个乐啊 没必要 没必要拍出去 怎么说呢 就是 你那个乐啊 明显戴不斗反对反对没有出个逃 你不如留着你不用灌出去 你那个乐啊 就是直接贴了雕像会好一点 我个人感觉 没必要把那个乐拍出去 真的很不值 这个武器的话 这个武器的话 我个人感觉不应该给啊 这个武器的话 应该他自己去捅一刀 二张比较好 能不能再走掉山 因为他是我说的那句话 曹智没有武器的话 确实很很尴尬啊 很容易 就是 见入无法输出的局面 当然现在这个场上其实对曹智大说局面非常好啊 反正所有人的血线都比较残 这是内奸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内奸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有人血残 然后有人在那状态特别好 这是内奸根本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刀查也没有顺盾啊 因为他是希望吃到K塔苗主啊 或者吃到桃子什么的 这个内奸的盾无所谓啊 顺不顺都没有意义 杀一刀 把这个二张人头给了那个韩当 这个问题不大啊 因为的话 马上这个曹智和寻遇就要动了 反正应该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桃 刁谈自己肯定也没有桃 把这个 把这个二张人头给韩当 因为韩当可以输出嘛 让韩当这种输出就赶紧瞄主了 不瞄主 就没得打了 直接一个九杀寻遇 可以 九杀寻遇的话 带走寻遇的话就可以去收叼残嘛 对不对 结果呢主中方桃子这么多 全都给捞了起来 这一下补的有问题啊 这一下不应该补给太尔斯 应该补给主攻吧 为什么补给主 不给不主 嗯 不不给主攻呢 这下补给主攻四张牌比较好啊 这下补的还是有问题啊 看韩当 清风刀 一张闪 看个敢不敢驱虎 一手牌驱虎 可以吧 这么小 这么小就敢驱虎 嗯 还好太尔斯有个二点 其实刚才的话不给主攻好一点 不给主攻的话 然后驱虎 不给主攻四手牌主攻五手牌 然后驱虎主攻 让主攻把这含囊收了会好一点 然后的话 这个太尔斯拼甲没拼过啊 这么这么悲剧 我感觉你去拼他还不如去拼 还不如去拼貂蟬呢 但是没拼过那就手牌全扔了 这个比较悲剧啊 让主攻能不能受掉貂蟬啊 没有受掉貂蟬 吃虹掉 当然的话 现在看一看调查能不能再懂群域了 脑主的话还是略略困难 输出不够 当然秒群域的话是有风险的 一旦点起来又有一大堆一大堆爬 可能是不敢动群域 这个时候对 呃 刁蟬打猎比较聪明啊 让这个曹植把 翻过来就是让曹植九杀保证把群域带走 因为的话如果说你去搞群域的话 你就是曹植九杀这两血 让主中出两个桃 这基本上肯定出不出来了 但是你如果直接去离间群域的话 一个桃还是太尔茨 刚才那么多手牌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出来的 而两个桃就是基本上百分之百不可能出来了 其实刁蟬这一下把群域 曹植离间醒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啊 不然的话你去压孙权一血 这个群域和太尔茨 顺权洞这个板贼直接就全死了 或者说你自己去离间群域 风险非常非常大 你自己去离间群域是一血 这点大家一定注意啊 这点这个虫虫狗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就不如让曹植去九杀 这样是稳稳带走啊 当时孙权太尔茨有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一个桃的概率比较大 两个桃 当然那个肯定是出不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反正可以继续瞄主 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曹植就安心续报吧 通过两次九杀 对这个忠诚群域都进行输出啊 不然的话也没有这两口九怎么能带走群域呢 看孙权能不能起距离 就满满A出来 吊血 不愿意给他了 孙权孙权手里是个无限 看能不能起距离 看能不能起距离 刹一刀 这是破虎神舟了 就是看看能不能带走群域啊 还好 太尔茨手里是有口九啊 我天哪 法证竟然还有一个桃啊 挂藤甲 不过现在的话 陶植手里是有一个桃的 如果说没有属性杀的话 孙权问题还不大 这后期藤甲就是神器啊 没有属性杀 杀的话真的问题不是很大 看吊蚃吧 吊蚃也摸到羊神牌了 难瞒 那就是直接把法证收了 看看能不能来属性杀了 藤甲真的是神器啊 嗯 收掉 收掉法证 如果说 来个火杀 孙权就会了 来个雷杀的话 还是不行 再不走 就必须得来火杀 当然这个没记牌啊 有可能五张火杀都下去 有可能 一共就五张火杀 来的几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啊 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非常非常简单了 这个带走雕杀就 基本上就赢了 心权的状态已经非常的残了 这个这个这个太狠了 直接球三套啊 直接带走啊 怎么说呢 就是 这局就是中反四叉都比较低烈 然后 可能你选这种 你看大家可以看就是 很多牌啊 就 杀包括杀啊 都是什么 你捡来的 曹智这个武将他不会断杀嘛 而且 关键时候的九杀能力也非常非常强的 这局比赛 我个人觉得当时貂蟬那一下 还是还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再看一看 这块比赛 我个人觉得也比较精彩啊 这位玩家叫朝向远方 也是二区的玩家 这玩家 应该是我一个粉丝 嗯 王后主公 王后主公 这里边内奸的话 你肯定不能 你肯定不能选貂蟬啊 你选貂蟬 你没有控主的能力 另外的话 你 你选貂蟬 就是前面如果说都是反贼的话 直接就盲狙你啊 所以不要选貂蟬 你选曹智 比较好 鲁素 槽红 槽坯这种就不要选 要看一看吧 这盘还夹杂着一些特殊的元素 就是怎么说呢 到时候讲了 大家就看吧 有些东西啊 很简单的东西 就有人看不穿啊 还是这个等级比较高的方 主公挂加一过 可以吧 其实加一不应该挂 然后不练师 看看跳什么声音 不练师这个就打的很有问题啊 你你跳中 你跳中的话 你跳中的话 你也没撸主 你直接杀皇后多好 让皇后去求援 还能卖血 这个状态是多好的状态 为什么 为什么不杀皇后呢 而且撸得也有问题啊 撸出型武将 你要撸也去撸徐树这种武将 这徐树这种武将明显是反对的 这种徐树这肯定不是忠臣啊 徐树是肯定是明法 直接杀皇后求援多好啊 皇后都卖血了 这个于藩都动不了 然后这个时候 曹石就没必要去杀于藩啊 就杀夏家 跳个非常模糊的身份 对于那些人来说 其实 如果说就是大家都会玩的话 在正常军 你选这个位置 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内奸 那假如说大家不看 就是不看位置 那个就看动作 这种这种动作就是 在路人局 哪怕不是路人局去内局 也是经常用的办法 这个二号位跳中 三号位跳反 四号位不去杀三号位明反 就杀五号位 就是非常模糊的身份 这是因为曹石 你要你如果说就是你看位置 能知道他中内 或者你不看位置 就不知道他是啥 比如说这选一个 呃没有身份定向的武将 就做这么一个动作 你也不知道他是啥 其实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这种动作啊 就蛮偏中内的 因为 因为前面跳了一个反贼 你虽然没居这个反贼 但你跑后面去瞎忙居了 前面而且已经有一个忠臣了 这只有是中内才做的事 反贼不会去这么这么瞎忙的 那接我呢 就其实这本来就是跳一个很模糊的身份 那这个二章也没有故障 那接着咱们看 群玉杀一刀曹石 看看群玉会跳什么身份 群玉应该是一个跳中的动作 在我看来 那咱们接着看吧 所以说他也把曹石看成反贼了 这个徐树是 徐树是反贼没有什么疑问啊 这个群玉果然是忠臣啊 你看这个徐树还把这个过差扔给曹石 还求配合 所以说 本来就是大家等会暂停一下 这就是才是在二区高等计划 就是 本来很明白的内奸的身份 可是在其他人眼里 就是看不出来 那群玉也觉得曹石是反贼 他跑去杀曹石 徐树也觉得曹石是反贼 还给扔和梅花过差 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在曹石眼里 这两个忠臣都齐了 上面都是反贼 本来是不应该乌龙的 那看看吧 看看圆树他会不会乌龙 这个你看他还去打二张的 这是两个反正要是护科 不行我这个时候还得多说一句啊 这种方式就是路人经常用的 就是你打路人局可以经常用的这种转移嘲讽 或者说那个跳模糊身的方法 非常非常好用 就很简单的例子 前面有一个跳钟 这个跳法 你不要去杀这名反正去杀后面 对不对 后面你找一个人 当然有的名中的你不要去瞎搞啊 比如说后面有这么两个人 然后你看哪个相反 或者说你比如你有个距离 你去杀那个谁去杀徐树 对不对 路人他也不看这选将也不看啥 这么一就是稍微一跳模糊身的 就很容易就让后面人乌龙 大家看看 这元术还去一顿搞二张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二张翻过来就去搞元术 接着看吧 在主持谣言里 那个其他人是你看 就很简单 在我看来就是很简单 这个跳模糊认为 从曹芝开始 后面所有四个人 全部都把曹芝让反对 我不知道这是 到底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啊 反正我不知道这些 你看这都是 还是2G 就是都167世纪的玩家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常态 还是非常态 大家自己一想 就非常值得思考 这么多人都都觉得操之是反对 然后二张翻过头来去搞元术 这把还是其实蛮值得思考的 大家自己想想吧 然后皇后杀二张 因为二张给曹芝 你看 因为二张给曹芝武器了 所以皇后去杀二张 皇后也觉得那个二张是反对 就所有人都觉得曹芝是反对 这个时候知道杀主了 早就第一轮就应该杀主 第一轮什么不敢杀主的 那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说都认为曹芝 都认为曹芝是反对 那就是都把元术当成内奸了 给自己装个装备 给自己装个装备 合个血 要拼点 按曹芝的话 就可以去搞一个元术的群域啊 对 把这个布脸是盾拆了 我觉得其实想搞的话 可以统一刀群域 继续让反对乌龙 二张也不给故障了 下一刀 那因为反对的话现在有点乱 去过 九点就去过啊 没去过 二张又要剪了 肯定要剪了 这个万键啊 万键为什么不放呢 万键可以放啊 怎么不可以放呢 许数给二张几键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装身份啊 也不是装身份就跳模糊身份 非常非常简单跳模糊身份 好元术这个时候去杀群域啊 看能不能点回来啊 没有袍啊 那死啊 嗯然后接着看 看六二张 这个联统啊 这个联统扔给扔给操职了 二张二张啥也没剪着 一个操一个联统一个没话无限啊 这个联统扔的就就要悲剧了 这个元术你为什么不扔加一呢 联统应该挂着 这就是忽略完全忽略操职啊 然后无限把身边跳过来 闪电无限别逐死了 因为自己有联统这个很可能就直接报场了 那个什么 你扔加一的话 对联统不给操职 反贼本来还是有优势的 虽然说反贼第一轮乌龙的挺大 但是反贼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毕竟是二张元素嘛 对不对 这个联统让曹子减上 就要悲剧了 这个如果是我可能我考虑不出啥 掉下去 因为有联统 我联统的话 还是考虑一波比较好 当然这啥就比较多了 那缺的就是一个减一啊 如果能来一个减一就好了 能来一个减一真的是 就是在全场的节奏啊 一口酒杀过去 非常好啊 又来个贴索啊 这太给力了 杀一刀 直接就杀过去了 没有任何悬念的杀过去吧 还又收到几个雷杀 之前其实可以那个掉血 留杀比较好 多雅杀求稳吧 就争取就是一波直接爆了 还是比较精彩的 其实这盘主持脚打的非常非常不错啊 还是少还是杀不够 还是杀不够啊 杀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那么难摸的 但是运气也比较好 直接被劈死了 叙述 现在的话就单挑了 单挑的话看看吧 皇后单挑 虽然不是白板吧 比白板强一点 不过曹执的话也 单挑也比较白 反正俩人都挺白的 其实还是之前的话缺个减一 有个减一就好了 单挑好像还要很久啊 看这时间了 反正前面的话 这个主要内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单挑咱们快点吧 本来的话这个太没时间了 看看 这样后面好像单挑十多分钟呢 看看咋赢了吧 我也没看咋赢 反正我就看了前面 因为这单挑这么长 反正他俩都挺白板的 这俩这俩我要单挑 主要前期的话 黄后的血线没有被压太残了 其实正常的话 如果黄后的血线压的残一点 还是曹执一波带的节奏 曹执六五将当那天还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多尝试尝试 当然关键时候的九杀 一定要用的准 关键时候你要去杀谁 你也要明白 不要去乱用 这你妹啊 你刚才都被打残了 怎么又又神装了 哎呦天呐 白板单挑就是寂寞 太寂寞了 这个南板藏一下吧 之前那么多手牌 有有黑鲨什么的很正常 把血线压下去再放他 真的是人都挺白白的 白的不能再白 谁运气好 谁可能赢 就赢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嗯 这俩单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技术含量 球员不能 球员不能是一件多痛苦的事 这盘比赛其实精彩的是在前面 后面单挑就真的略想无聊了 我就是特别 真的我还是跟大家想说 你们特别诧异 为什么场上人 大家都看不出来 淘质是什么 都把淘质标按照反对来打 比较奇怪 有的时候啊 这个路人啊 打着坑了 路人坑吧 他们还能统一那个思路 淘质就赢了 略寂寞 还有一块还有一块好像不是特别精彩 我也可以看一看 主持角叫青丝八股 孙权主攻 呃 内奸 邓爱 曹仁这都可以当内奸 我就不多谈了 这种内奸 打内奸比较多啊 春哥 春哥直接咔咔咔咔 打个叉叉 就不要选了 这武将 我不多说了啊 周瑜当内奸非常不错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想周瑜当内奸 周瑜给孙权当内奸也是很不错 同时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看一下吧 就当没有看见春哥 我经常装作没有看见春哥的样子 主角又有一把连弩啊 先看看选将 这个是个反 这个是个中 这个是个反 啊 然后留些些貂蚕太子就不标了 大家经常说什么我会标身份 或者说盲狱什么 并不是有些武将你是没法标的 比如留些貂蚕太子词就没法标的 这三个武样 你标一下 你上来标一下有什么问题 那比如说 独菜是中 孙色是反 那就是坑呗 还有啥说的 独菜中你不坑吧 你这么远一个孙色反不坑吗 对不对 就是他说的 没啥说的就 你就直接给他们标上了 如果 如果不是 我觉得如果看看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坑爹啊 什么脑盘之类的都可以直接标啊 如果真的是反过来是呢 孙权移动搞关系平台问题不大贴路 所以关系平还是非常非常偏法 独菜跳法 这都没有问题 这玩家七八去一玩家 接着我给自己剪一下 直接红沙孙策 孙策姜 不知道是有闪不闪 还是真没闪 他身份跳出来就知道了 看南蛮 看南蛮 看南蛮基本跳中了 反对不会看南蛮 出一张沙 这个时候 你小薰色忠神也不多谈了 就那些曹植是那件吧 你肯定是忠神吧 杀独菜 独菜贝格 出一张梅花沙显过来 滑身这个青囊 一张梅花沙回了一滴血 放了刺中键 流血跳反 把牌给独菜去拼孙权 对 孙权我搭开 别问一下 看看教权和太尔茨谁是中吧 都可以 好 教权是中 太尔茨是反了 那就先几会留鞋呗 那好 这个你深刻 这个 用一个忠神是好基友 这个可以发动技能 比较不错 他这个时候是想把这蔡茨直接收掉 当然独菜直接就开始看悲歌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去杀主 你跑去杀蔡茨 一看就是那个什么 一看就是中内 你有距离不去杀主 杀泰尔茨 这个背歌背的也没有问题 这个藏一把联络 泰尔茨如果这回要求输出的话 应该去拼队友 比较好 那拼孙权看看吧 那有大点可以吧 有大点有大点 拼这个两排的孙权也问题不大 别双杀 孙权和貂蝉 你看贴个兵 这一下杀了就有问题了 你去杀孙权干嘛 哎呦天 实际上说是在贴索上 但是你就给孙权杀觉醒了很麻烦的 我觉得不应该杀孙权 不太好 然后孙权就 这个孙权又回复能力还比较强 主要是水晶啊 直接回复到四血 看一看吧 杀 能带走孙权 没有带走啊 刚才孙权没闪 很正常 要觉醒了 给孙权杀觉醒了 孙权真是运气好啊 又觉醒又有调查配合 其实我觉得啊 我这里说一句啊 我觉得像刘善去砍孙权 当然独菜去砍孙权无所谓啊 这个贴索是连着他想对孙权输出 但是 但是你刘善其实砍孙权那一刀是多余的 真的没有必要 你就把牌都给独独菜就行了 让他去搞孙权就行了 搞孙权没啥可搞的 我觉得 多杀那一刀都没什么意义 直接把牌都给独菜 让独菜 留点手牌对不对 你看现在独菜都裸奔了 让他留点手牌 去搞孙权就可以了 就是搞孙权还觉醒了 悲剧啊 主持角 这孙权觉醒了 一堆牌给主持角扔了一堆没话杀 有的时候啊 这种副嘲讽忠臣 我的建议是反对你 你的杀就是 都留着 也不要去杀这种忠臣 就浪费啊 有的时候经常看着什么 就非要去捅副嘲讽忠臣 或者说你有的忠臣 你捅他一刀和不捅都没什么区别 就不要捅 就留着杀去杀主 刀传这个忠臣 当然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然后还配合顺色 看看能不能收全场 小牌八卦 直接看他完了 直接看他完可以啊 这个手牌就非常给力 带全场 这当然就是曹石的技能吧 你不是曹石 你上哪弄这么多杀 就一下 看看能不能带走刀传 当然这个时候有减一啊 就也不虚啊 这个时候必须得强势带走反贼了 有八卦也得捅啊 反正的话可以考虑捅了谁也行 把刘传杀了也行啊 杀刘传自己还能制衡呢 对吧早就应该杀刘传了 把刘传杀了就是先看看有没有过拆什么的 再去搞 丢个自己制衡掉 对 这个点一肯定要留着啊 因为一会还要杀刁传呢 有个铁锁 杀刁传 过拆留着拆太词的八卦 我刚才制衡的话 我个人感觉可以把这把连笼扔掉 多留一张杀 因为这挂这个连笼 手的这把连笼没啥用了 可以考虑多留一张杀 也许最后就差一张杀啊 那就暴发非常强了 戴孙特飞 还是先把这个泰尔茨带走比较好啊 之前排序还是略微有问题 之前是他先杀泰尔茨 没有先杀流鞋 应该先杀流鞋 然后的话制衡的话 先杀流鞋制衡的话 把手一张杀 这张连笼制衡掉 多留一张杀 其实还是浪费了不少杀 真的是浪费了不少杀 不然真的直接带全场了 这个时候那就只能被迫不动了 不然的话 其实至少浪费了两到三张杀 不然这两到三张杀直接就是把这个关一银收了 把独菜收了 再把孙特收了 直接就是全场了 当然这个孙权做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孙权去吃菜 在这里我说一句 在 80%的局 如果说主中方没有完全大优局的话 孙权绝对绝对不要去吃菜 孙权吃菜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你孙权吃菜了 就基本上很难赢了 当然主视角 我觉得这个之前的排序处处理的有问题 不然的话真的直接就清场了 省两张杀 直接就全都带走清场了 弄的还得跟孙权单挑 单挑又得寂寞了 这俩单挑就相当于三血白瓦打五血白瓦 那会是孙权 操职单挑黄后是什么 那个三血打四血白瓦 人头孙权收了 大家看看谁能收了 孙权能收就孙权收了 孙权吃菜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你绝对不要吃菜 孙权为什么要去决斗曹职呢 明显是决斗关一瓶带走关一瓶 这单挑关一瓶陶曹职想 所以说还得进行这孙权单挑 本来的话 曹职直接一波带就清场了 非常不然的话 就是非常精彩的一波带的清场了 这个弄的还比较危险 所以说大家这个用操职的时候 要掌握好什么时候掉血 什么时候流沙的关键性 尤其有联组的时候 你一定要控制好手排 这个还有这个就是去图图人的顺序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图图人的顺序 还有手排结构的调整处理 今天这个操职的录像做的挺长的 希望大家能对操职这个面间有一个了解 另外就是就是思路上这个 这种主动控厂那间有输出能力那间 我个人非常推荐的 非常非常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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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